中文字幕志愿者 冰糖溫柔的與醬料結合 最後加進適量開水 另一頭主廚將絞白筍先過油 再放入熱水中 緊接著主配角同時入鍋 慢慢吸收醬汁精華 最後勾上薄薄切枝 使出甩鍋絕活 讓醬汁均勻附著表面 肥瘦均勻的帶皮紅燒肉 入口即化香嫩多汁 濃稠醬料滋味高雅不死鹹 襯托出肉的鮮美細緻 小小一塊就能秒殺白飯 還有還有 豬腳肉在左右手間輪轉 一下下摔出筋性 粘稠的圓滾滾肉球 得先精準量測出標準大小 每一顆幾乎都有拳頭那麼大 油入鍋中油炸定型 直到表面呈現焦糖色 煮出重啟爐灶 蔥段八角炒出香氣 醬料調味料水做基底 超大獅子頭入鍋 同樣透過慢火燉煮入味 獅子頭扎實卻鮮嫩 滋味爽口不油膩 勾引出兒時年節的美好回憶 家常料理原本是飯店熱賣品項 疫情下改為冷凍蒸空包 製作上就是可能要比較細工 因為畢竟從製作然後還有冷卻 那分裝然後再打蒸空 這是之前沒有的經驗 把調製好的美味小心翼翼 放進蒸空包裡頭 接到訂單才製作 品嘗效期也能更長久 客人他平常比較喜歡的菜色 那我們再經過篩選 就是比如說像紅燒類的東西 他比較可以再附熱 那再來就是客人會去他 他如果自己加熱也比較方便 一把剪刀輕鬆剪開就能吃 看準剪刀經濟和小家庭商機 再配合紅燒類的下飯料理 疫情期間冷凍包業績上升兩成之多 今年我們額外在推出的 就是個人化的料理包 所以不論是一個人的宅經濟 或者是一個家庭 他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輕鬆的完成準備 對家裡的一些午餐或晚餐 去年疫情提供經驗 讓飯店快速做出反應 最早推出的不敗經典就是它 整隻雞下去燉煮的精華湯頭 比頭還有大顆干貝和火腿 山珍與海味完美融合 湯頭四處滿滿精華 濃郁溫潤帶有蔬菜清甜 雞腿肉輕輕一切 骨肉分離鮮嫩多汁 即使疫情來搗亂 也能在家簡單重現 經典原味 洗手機 小台水面 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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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面